一家四人煤框剪下所发生的一幕 突然男人抄起手里的铁锤 抄他头上重重一击 为了把活做扎实 他的同伙也上前补了几下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 出了井见了矿长 两个男子顿时就哭天喊地起来 一个说死的是自己的亲弟弟 给一百万都没用 另一个一边安抚同伙的情绪 一边跟矿长协商起了具体的价码 这里本来就是黑煤矿 再加上生产安全事故 矿长当然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番拉扯过后 订下了两万八的价格 给完钱签个协议 这桩锦下的命案就算死了了 这两个男子当然不是受害者的哥哥 他们一个叫宋金明 一个叫汤朝阳 干这种谋财害命的行当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两个人有着明确的组织规划 就是骗取外地来着武功 人生地不熟的打工仔 跟他们一起下井 并要求在申报身份时 假装是他们的亲属 这样他们才好给照应 等这些倒霉的肥羊 跟他们下井一阵子后 刚才那一幕就会上演 由于他们描的 都是一些非法性质的私人煤矿 老板一般都会选择西施宁人 给钱了事 事后两个人五五分成 靠着这个法子 两个人游走全国的私人煤矿 砸去了不少钱财 算是靠吃着人血馒头致富了 由于当时的管理混乱 如此谋财害命的手段 行使多次 居然也没人发现 两个人因此 也就没有收手的意思 一来而去 倒也把这做成了一个固定职业 这次又成功扎了笔钱 两个人一回到城镇 就先把私者的骨灰冲进了马桶 把遗物也丢进了垃圾堆 处理完残留物以后 他们决定按老规矩 犒劳一下自己 当晚 老唐和老宋去了夜总会 跟小姐接近了一个晚上 老唐全情投入 老宋却显得不太得劲 刺激过后 老宋觉得之前花的还是挺亏 不如寄回家给儿子上学用 虽然同在一个团队 但在这方面 老唐和老唐的观念有些差别 老唐今朝有酒今朝醉 赚了钱 顾着自己舒服 然而老唐每次干完活 除了手上的日常开销 其他都寄回了家里 他想把儿子以后上大学的钱 都一口气存够 不让儿子再像自己一样 遭没文化的醉 对于老唐的执念 老唐嗤之以鼻 还念书 他早不让自家孩子念了 现在啥都没用 就钱有用 两个人在饭馆没挣出个高低 倒是被旁边电视新闻吸引了视线 里面播放着某某贪官落网的消息 据说是贪了几百万 两人听了不禁一番感叹 就算他们累死累活 搞了这么多条人命 手头的数比这个还是差远了 搞来搞去确实没求用 还是这个有用 抱怨归抱怨 活还是要做 说来也巧 正在他们饭馆吃面的档口 门口来了个愣头愣脑的小娃儿 看模样 一看就是刚出来打工的 简直就是完美的下手对象 老唐心中暗息 赶紧上前对那小孩打量了一番 看他在几波招聘中都找不到机会后 老唐装作不经意地跟他攀谈了起来 一番打听以后 老唐知道 这小孩叫袁凤铭 今年十六 本来还在学校读书 但因为自己父亲半年前外出打工 至今未归 家里失去经济来源 如今辍学出来打工 老唐还是按照老套路 跟袁凤铭提出了下井挖矿的机会 条件是 他必须任宋金铭做叔叔 当他的侄儿 一听这活每个月有一千多元的高兴 校园当之心动 老宋看到他这个情况却不乐意了 干黑的也要讲规矩 对这么小的孩子出手 以后在外头还混不混呢 老唐丝毫没有老宋的顾虑 只觉得他是屁事多 现在找个合适的对象也不容易 你要是有办法 你自己找一个去 一番权衡之后 老宋终于决定还是做了这一单 两个人先是带校园 去照相馆照相 做了张假身份证 证件上 小园改姓为宋 年龄也变成了18岁 准备工作就算成了 过了两天 两个人带着小园 去了一家新的煤矿 报上了名 一路可以算是顺风顺水 就是这家煤矿的矿长 看着不是个好对付的主 不仅规定了 要有一段没工资的试用期 还口气强硬地说了段治理名言 你们几个先干点 干两天看看 如果行的话咱们签个合同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收拾你们的行李 就给我走人 可是这两天算时空 先不发钱 老板 怎么能信任 这什么这 干就干 不干就我滚蛋 中国 什么都缺 叫什么缺人 尽管条件可可 但老唐和老宋 还是点头还有地答应了下来 虽然中国人满为患 但等他们把人命弄出事故 还是能让矿长出点血的 下井的日子颇为难熬 工人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还要顶着潮湿闷热的环境 忍受让人窒息的粉尘 老唐和老宋 作为井下的老油条 尚且感动难哀 年少的小元 居然一声不吭地撑了下来 在工作之余 回到宿舍休息的时候 小元还不忘读书 拿出历史课本翻了起来 老宋看得稀罕 都从学校输学了 还指望回去呢 小元表示 自己想等赚了钱之后 再回学校继续学业 言谈之间 老宋从他课本里 发现了一张夹着的全家符 看起上面的人像 老宋心里搁登了一下 老宋把老唐叫出屋外 跟老唐说 这一单他不想弄了 之前听说这小娃姓缘 他就觉得不对劲 之前他们弄死的那个矿工也姓缘 刚才看了他爹的照片 更觉得像了 要是弄死了爹 又弄死了娃 他们家不就绝后了吗 老唐回屋瞅了眼照片 回来嘲笑老宋 传说自己吓唬自己 他看了照片 觉得一点都不像 再说了 就是亲生父子又怎样 他们家绝不绝后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明天就把他弄了算了 老宋没有再跟老唐政变 但还是告诉他 先不要着急 这次矿长有点鸡贼 他们得装上点 过两天再说 过了几天 工钱还没下来 小元却给家里的妹妹写起了信 老宋本想帮忙寄信 却被老唐抢了过来 死得粉碎 要是给这小东西往家里寄了信 但出了事 他家里人顺着地址找过来 他们的计划不都曝光了 争执之间 老唐结问起了老宋 你是不是对这小娃同情起来 下不了手了 老宋缝定了老唐的说法 又说自己看小元长这么大 还一点男女经验都没用 就这么死了 是不是太亏了 老唐结果花叉 说这事好办 今天带他去找个女的开开户 明天就把他办了 小元就这样 被他们稀里糊涂地带去了会所 被动地学习了一番男女之间的事情 然而小元显然没有觉得享受 等完事之后 他反倒觉得自己受了屈辱 不干净了 甚至第二天瞎紧时 气鼓鼓的小元 都没跟老唐和老宋说一句话 老唐懒得搭理这犯倔脾气的小孩 抄起家伙就决定下手 却又一次被老宋给打断了 老宋说 他的工钱还没到手 现在下手不划算 再说 他们每次杀人前 还得请人喝个送行酒 现在下手不合规矩 几次三番被老宋阻挠 老唐明显不但烦了 问要是过两天 他还不弄 怎么办 老宋脖子一梗 说要是再不弄 让你把我弄了中不中 看到老宋把话说到这份上 老唐只得同意了 又过了几天 工资终于发下来了 老唐和老宋带着小元去了集市 开始给他准备送行宴上的酒肉 买菜买到一半 小元突然不见了 找了半天才给寻到 老宋有些急了 抬手就给了小元摇晃 然而看到小元手里拿着的攻击时 却又感到有些不适滋味 小元刚才消失 原来是为了买只鸡送给他 乌语的老宋只好骂了他一句 真是的 弄死你都不亏 喝完松醒酒后 下手的日子终于到了 两个人按照老办法 先在矿壁上安好雷管 待会上万人后 再伪装成矿井冒顶引发了事故 没成想 两个人正忙活着 一个领班的矿工却从旁边经过 提醒他们把伤要放炮了 赶紧从这里开 趁他转身的档口 老汤二话不说 一铁锤接过了他的性命 老宋看不过眼 推了老汤一下 这时干啥 杀了这人你能拿到钱 老汤没理会老汤的情绪 只留下冷冷的一句话 谁挡我的财路 我就收拾他 一片黑暗中 老汤和老宋坐在了小元的旁边 问出了那句 他们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话 按道理 不管小元的回答是什么 此时宋金敏就该下手了 然而此时一反常态的 他却陷入了暧昧的沉默 一阵金属的摩擦身后 小元震惊地看到 老汤吵起铁锤 砸向了老宋的脑袋 老宋一声不吭地倒在了地上 突然的变故 让小元沉默结舌 他没法逃跑 也没法呼吸 只能眼看着老汤 像屁狼一样 一步步向他走来 又是一阵声响 老汤背后的老宋 挣扎着站起来 将手里的铁锹 砸向了老汤的脑袋 终结了这个恶贵的性命 又走了两步后 他再次倒下了 在他远方 小元夺路而逃 一路跑到了出口 操作放炮的工人 看到小元 问他人都出来没有 看惊慌失措的小元 没有答话 他便下令放炮 此时的小元 终于重见了 金口的太阳 惨白的日光 照在他的脸上 照亮了他不只是痛苦 还是悲伤的表情 在身后的轰隆声中 三条人命 在那个痴人的魔库中被埋葬了 就这样 小元意外地逃出省天 还收获了一笔赔款 由于唐朝阳和宋金明 一直自称是他的叔叔 矿长便以小元为赔偿对象 给出了赔偿款 以一条命三万元计价 合计六万元 眼前的这笔钱 对于小元来说 无疑是笔可解燃美至极的巨款 但他却捏入着 说自己不能收 小元心里知道 他并不真的是那两个人的亲戚 但由于宋金明之前 让他无论如何 都不要说穿身份的叮嘱 他又无法把真相说出口 只能知足呜呜了起来 小元这般含糊的态度 矿长只觉得他是想趁机加价额钱 他口气强横地告诉小元 三万块一条命已经够多了 一毛也别想再加 看着小元还在犹豫 旁边一直看着的大姐好心地劝他 还是赶紧拿钱签字吧 在旁人的劝说和压力下 小元终于听话地签字了 第二天一早 小元收拾行李启程离开了 在他身后的矿上 操作员熟练地把两具尸体 塞进焚化炉开始了火化 或许是感到了几分迷茫 还在路上的小元 再一次回头 看上了身后的矿场 让他能看到的 只有烟囱上冒出的滚滚黑烟 《盲井》是由李扬指导 王宝强 李懿祥 王双宝等主演 于2003年上映的剧情电影 虽说这是部国产电影 但大部分中国人 都无缘于这部电影 在院线相见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种电影 无法在大陆过程上映 因此只能在香港地区 和海外上映 虽说在大陆被封禁 但凭借不俗的品质 《盲井》还是在柏林电影节 获得了金雄掌的提名 并摘得了英雄 算是墙里开花 墙外向 在海外变相地收获了肯定 有些人不喜欢《盲井》这样的电影 更不喜欢他去海外参展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种电影 就是编造国内阴暗面 丑化中国来讨好外国人 属于动机不纯的作品 然而《盲井》的剧情 并不是文艺创作者 凭空捏造 而是来自中国的现实土壤 《盲井》原作小说 神木的作者刘庆邦 本人就有下井挖矿的经历 有着丰富而切实的生活体验 而这部小说的剧情 更是直接来自于1998年 在现实中发生的 三起特刀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 郑吉宽团伙 潘生堡团伙 于桂银团伙 于电影里分工协作 在井下谋财害命的方式 分别杀死了110人 28人 38人 相比电影 现实中他们的犯罪手段更加惨悦 不仅会对陌生人作案 甚至亲朋好友 都是他们眼中的主宰 一世同仁的加以战害 电影里宋金明对小元的不忍 可以说是一种文艺作品的善意了 现实本身就已足够不堪 电影并没有丑化 反而美化了现实 才得以让大众接受 然而面对那些动摇主流价值 却切切实实发生的真实 我们应该予以无事 以换取心安理得 还是如鲁兴所言 正是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正是矛盾 才有解决矛盾的可能 如果那些罪恶和逝去的生命 无法曝光于天日 那只是无生的湮灭于黑暗之中 那一切苦难和牺牲 终将毫无意义 这是电影《盲紧》 我们下期再见